我们这两天我们早上起床 我们俩都是那种压制住自己 我们就用力的抱着对方 就说别弄了 就我们抱着一抱 用力的抱一会儿 然后我们俩用力的抱一会儿 然后这个阿姨因为每天还要来做饭 然后阿姨来做饭的时候 我们就好 起床吃饭吧 别抱了 就我们俩已经达成了统一的想法 早上起来用力的抱抱 对 我脖子怎么了 我脖子很显而易见 是个大粗梅 是个大粗梅 这还有问 木哥你不知道咱宣 还找人问脖子咋了 明知故问 也不能有别人给我做的大粗梅吧 这也不是刮沙 刮沙就不是这样的 刮沙是长的 粗梅是圆的 可不懂 没被吸过草莓是不是 木哥 你可可可怜 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啊 祝你生活 在这里 在这里 看 哦 红了 红了 我这个是被刮沙咬破的 咬破了以后 这两天就变 就变口腔溃疡了 就是你的嘴巴被咬破了 它就可能会变成口腔溃疡 我这就是因为被它咬破了 前两天天天它没事就往我嘴里咬 现在咱们现在嘴可痛 你现在卖货都不厉死了 家人们 为什么你的脖子上还有黑斑 这个这个这么大的粗梅 哪有那么容易消掉的 这起码要有一个心理才能消掉吧 你们可能你们男朋友给你吸的粗梅 可能就是三天就消了 因为他吸的比较小 我男朋友比较厉害 他吸的大 他吸的这么大 他刚吸完说这么大一圈 就是下一个饼 然后他给我吸了一张饼出来 吸了一张老婆饼 吸一张老公饼那种尺度 你男朋友可能嘴没那么厉害 他只能吸出小小个的 所以两三天就消了 我这个要一个星期才能消 一号链接 我老公怎么说 我今天刘冲他出门的时候 其实你们俩刚刚没看到 我看到了 看到他亲我了 看到他亲我了 我看到他亲我了 他出去拍广子的时候 我躺在沙发上 然后他过来他说 他还瞄了一下他俩 我不敢 看到你俩好像在玩手机 在弄电脑 在弄那个瓶子 其实我们在钉子 其实你们看到了是吧 他其实立马就亲了我一下 当时我的嘴巴上就涂了这个 他就说 怎么这么甜 他说了这句 我听到了 他说怎么这么甜 然后就出去了 他就说你老婆 这时时刻刻都是甜的 大家很离谱 最近很多人在后台 跟我们说 要我们上点大草莓 因为看到咱们的大草莓 他们说我们也想吃草莓了 你们别太离谱 吃 就是说 没有人给你种草莓 就自己想吃草莓了 你别太离谱了 没有人给你种草莓 就自己想吃草莓了 吃草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